莊醫師這個我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88歲的婆婆 送急診是完全沒有呼吸血壓心跳 然後急救回來的 然後急救回來之後就是 那個這個是前面的故事 然後後來她一直氣管 然後家屬已經要放棄了 什麼氣切都不要 後來其實很奇怪 就是一般人不太會去做 頸部的檢查 可是後來一直氣管拔不掉 後來內科醫師 可能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後來說要不然切個電腦斷層 結果發現就是 高原莊醫師講的例子 後來那個婆婆來 當年來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88歲 後來我跟家屬解釋開完刀 現在94歲了 她可以種田 如果當下沒發現 管一拔掉就再見了嗎 她其實是要 就是你不做氣切就是放棄這樣 就是這個病人要 因為一直插管 然後你要嘛 就要做氣切送安養院這樣 對 其實這個病人 只是因為 甲狼腺很大去壓到脖子 這個是非常特別的案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莫特兒師師 關於剛剛醫生講的那個 臨近器官的 我也有一次是 誤以為心臟病 然後跟家人道別的經驗 就是高中的時候 我常唸書啊 熬夜 然後有一陣子開始 心臟就會 臭痛不舒服 那時候想說 好像常熬夜就是 胸口悶好像是正常的事情吧 所以就不以為意 然後結果大概 隔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就是越來越嚴重 每一次呼吸啊 或是咳嗽的時候 胸口就是劇烈疼痛到 受不了的感覺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半夜 半夜我就睡覺睡一睡 被痛醒是那種史無前例的痛 我就覺得天啊 我要心臟病罰了 於是我就連滾帶爬的 爬到我爸媽房間 然後去瞧他們 準備要跟他們道別 請他們帶我去急診室 就是做急診這樣 然後結果一到了急診室呢 就是醫生幫我造X光 好像也沒有什麼事 然後就把我趕回家了 結果後來到隔天 我跑去內科診所看 改造超音波 才發現 原來不是什麼大症狀 只是 熱膜 什麼熱膜 熱膜的筋膜 是 熱膜外面的一層膜 因為靠近心臟很近 一痛起來我就一直覺得 所以跟心臟無關對不對 對 可能是比如說有時候 我們伸展拉到這邊就可以 所以咳嗽呼吸都會痛 有時候還會抽筋 對 對不對 來 接下來看第三樣 腸胃明明有症狀 腸胃鏡照出來就是沒事 自己的案例對於這方面 就是60歲的一個女性 那她之前年輕的時候 曾經剖褲產 那剖褲產過後 她就一直覺得說 她腸胃機能都不是很順 然後就常常要借用一些 腮劑 然後軟便劑 才能夠排便就時不時這樣 那所以她後來也看到一些 我們的節目就是說 會不會她自己是 大腸無力症 大腸無力症的病人是這樣 就是說你幫她做大腸鏡 她也不會長瘤 也沒有什麼發炎 她就是 褲洞比較差這樣子 那去幫她照的這個檢查 其實 她連褲洞的功能 其實也沒有她講得差成這樣 也沒有什麼做小腸射 也沒有真的腸主射 就問她 你自己本身吃東西的飲食 習慣到底是怎樣 她就說 她該補充的都補充 我說什麼 那我就舉例 我們就找營養師跟她會整 結果她發現她什麼 她吃很多水果 可是真正的喝水跟青菜 她沒有 但是她覺得她吃水果 就已經含水跟青菜 你知道 很多人把水果跟蔬菜 完全混在一起 她覺得我有吃水果就OK了 她喝的水量 一天大概只有七八百CC 那這樣子當然會引起 她這種便秘的這種問題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她講說 妳要把妳喝的水分 跟妳吃的蔬菜的量要改變 然後另外一個 以前她沒有補充綜合維他命的習慣 也要有補充 另外一個她也是一個屬於那種 比較靜態活動的人 所以要請她 也是每個禮拜 也是要簡單做一些活動一些 那後來她其實她這個症狀 就變得本來要 每天都要使用的那個軟邊劑 就可以變成兩三天才用一次 所以她水分有增加了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也不是說只要一有障礙 你就馬上要考慮到手術 或什麼很極端的做法 有時候只是你自己 小小的一些生活 你一直長久以來不知道 你一直用一個錯誤的觀念 在面對你的生活 那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其實現在大家對水果的迷思 不能吃太多水果 因為台灣水果都改變過 你會胖喔 第二個有鐵 而且很冷 對 因為以前的水果它是原生種 對 經過之後幾十年的改良 所有的都變好大好甜 太好吃了 對 所以水果還是適量就好 對 像我們之前 講到這個蠕動變差 我們常常遇到就是 病人莫名其妙到我們的 那個醫院住院 就是因為肚子痛 從急診收進來 可是你會發現 就是我們不管幫她安排胃鏡 大腸鏡 腹部超音波 都沒有看到什麼問題 那這種多半就是像 剛剛陳醫師講的 這種是蠕動性的問題 那蠕動呢 我們通常在最常見的就是 有時候如果你曾經開過刀 沾黏 開過刀之後 就是你肚子只要一剖開 它那個傷口在復原的過程中 它會產生一些黏性 那我之前曾經看過就是 它產生一個那個黏性的那個纖維質 它剛好 那勾住那個腸子之後 就會變成什麼樣 就會變成說 你以後吃東西就一定要 少量多餐 你不能夠一口氣去吃那一種 吃到飽的 一下子吃很多 那那一種的話就有可能 東西根本消化不下去 它一直脹在上面 你就會形成腹痛 那我這次要分享就是 我之前遇過一個就是 她是六十幾歲的女性 那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檢查她的肚子 她也是因為肚子痛來 那照X光就發現 她的腸子很脹 可是後續呢 我們幫她再做一些超音波 腹部超音波跟胃靜 大腸靜 都沒有問題 可是她就是一直喊肚子痛 所以我們第一步處理 就是直接先放 先讓她那個很脹的那些腸氣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食物 先引流出來 結果引流出來不脹之後 她就覺得她很好了 沒事了 她要回家 那我們就跟她講說 先等一下我們先觀察看看 照一個X光 腸子也塌下去了 最後我們就跟她講說 我們就先問她一件事情 妳這一次住院前 妳有沒有吃大餐 她跟我們說有 她去跟朋友吃 吃到飽 吃得很飽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她講說 那妳以前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覺得說 她應該是因為 剖腹產的那個傷口 就是以前那種舊的傷口 去就是可能產生一些沾黏 但是這種很奇怪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 妳去生小孩 妳做完剖腹產 那但是因為年輕人活動力好 所以常蠕動都不錯 可是這種沾黏 往往會到年紀大的時候 會有影響 就是說妳年紀大的時候 本來功能就沒有很好的時候 它會慢慢慢慢 那個蠕動變得比較差的時候 這個時候妳稍微吃一點 比較多量的東西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 阻塞跟腹痛 那但是其實現在這種狀況 越來越少見 原因是因為 像我們現在做剖腹產 就是腹產科都會直接問說 妳要不要放那個 像我們外科在做 剖那個肚子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病人說 妳要不要放那個 防沾黏貼片 它其實就是一塊 很像玻璃紙的東西 放在那個妳的傷口 跟妳的那個肚子的中間 就是隔開就對了 那但是這個防沾黏貼片 是自費的 其實還不便宜 可能都是大概要 兩三萬塊左右 它是一種潑尿酸的 它是 對 坊間有一些是 膠原蛋白 有一些是潑尿酸 都有 但是它的標榜就是說 它只要鋪在妳 關傷口的下方 它就不會讓傷口的 癒合的過程中 去沾黏到那個腸道 對 所以就是 有時候像如果肚子 真的不得已 真的要手術的話 我們也都會問病人要不要 那像現在有些病人有保險 那保險的話 像這種貼片 基本上是屬於材料費 有些保險公司 他們都會全額給付 有 我保護就有 你看看妳買保險種類 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醫生 就有問我要不要 說到這個便秘 其實一直長期很困擾著我 因為其實我的工作 三餐都是在外食 根本沒有時間 在家裡頭做飯 然後之前我不是做旅遊節目嗎 我記得就是因為 因為這個作息不正常 然後吃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選擇 所以就變得就是 這個蔬菜量吃得非常少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最長的一個便秘週期 是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真的想要撞牆 真的 就是肚子真的超不舒服的 然後脹 然後皮膚變得乾 然後臉上都長痘痘 然後面有菜色 所以整體的這個 所謂的身體的這個保護力 還有就是你的代謝功能都變差 我有去新陳代謝科 找醫生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後來其實他說 就是你生活當中要去改善 所以我後來就找到這一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其實它有三大的這個食物纖維在裡頭 那其實最重要的這個膳食纖維裡頭 它就是有包含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 那當然很重要就是吃了之後 其實放到水裡頭 然後喝下去 其實就像我這樣子 每天都會撞在水谷裡頭 然後就帶在身邊 這個水量也很足 然後我覺得其實它喝了之後 就是它可以就是 提升你的保護力 而且你會發現整體你的 我覺得身體變輕盈了 因為代謝變好了 然後排便也變順暢 但是很多的人 像我老公他第一次看到 我拿這一瓶 他說 他這個綠色 因為很多人很怕菜的那種 腥味的口感 這個喝起來完全不會 很像傳統的抹腸 超好喝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先生搶著跟我喝 而且他也不去外面買那種 手搖飲料了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當然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可以加在我們的 水 然後豆漿 牛奶 其實它的風味都非常的好 那另外現在 其實我們這個新冠疫情 非常嚴重 那家裡的長輩 其實我很擔心 他們的保護力不夠 所以常常要鼓勵他們 多吃一點這個青菜 提升自己的保護力 他們就說 可是我菜都咬不動 對啊 這個泡給他們喝 那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保健食品 我一定要認明是這個 像他們這個所有的原物料裡頭 它都是 產區所生產出來 所以吃起來就非常的安心 那另外就是很重要 就是訂購要方便嘛 網路啊 或者是這個電話訂購 馬上就到 那所以長輩 就算是你沒有在他身邊 訂給他非常方便 今天我們探討第三個主意 其實很大部分都是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的腸胃道 大家知道它不是只是一個 中空的管子 其實它是負責消化的器官 所以腸胃道有蠕動 分泌消化液 甚至產生一些腸道荷爾蒙的功能 但是我們傳統的胃鏡腸鏡檢查 其實只能檢查到我們腸胃道 黏膜的表面 就是說只能看構造啦 所以說在我們腸胃科醫生 臨床上遇到很多案例 它其實是因為 所以造成它腸道的功能變差 我們的台灣的癌症基金會 就有推廣大家有一個叫 蔬果579的原則 就一般我們建議 你是12歲以下的兒童 一天至少應該要吃5份的 蔬菜和水果 那假如是12歲以上的少女 或者是成年女性 一天要吃7份 那假如是你是青少年 或者是成年男性 一天要吃9份 根據調查顯示 一般人大概一天只能吃到 建議量的 對 差不多 像剛剛講的 艾玲提到的這個青枝 就算是一個比較不錯的 一個替代方案 我們剛剛裡面 她說的那個大麥若葉 其實它的纖維質 就比我們平常吃的蔬菜 算高滿多的 像比方說它可能比菠菜 還有一些花椰菜都高 那它就可以幫助你 代謝身體多餘的廢物 然後對這個女性的 鐵汁的補充 也算是很不錯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有一個 叫明日葉的這個成分 它本身是一種 生命力滿旺盛的植物 那它同樣也是 富含很高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 促進腸道蠕動 幫助代謝 那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少聽到的 就是所謂的叫做 其實這是一種 具有水溶性 膳食纖維特性的東西 它可以幫助你 潤滑腸胃道 所以假如總結這三大 膳食纖維營養成分 假如你平常蔬菜攝取量不夠 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來 達到快速有效率的喝進 足夠的膳食纖維 所以水分是另外一個重點 那我們另外提到就是像老人家 常常就是因為牙口不好 咀嚼力滿差的 所以常常都會把蔬菜煮得很爛 那這會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蔬菜的 對 所以假如當你這樣長期 營養不均衡 或者是說營養素不足 那就會造成你身體的一些保護力 還有代謝力就會變差 那人就容易生病 所以假如利用這些方式 去補充你的營養素 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替代方案 我們這次的冠狀 病毒給我們很多的省思 就是說你可能一檢沒有 二檢沒有 第三檢有 那你不會去怪說 為什麼前面沒有檢查出來 可是這個如果反應 在做健康檢查 第一次健康檢查 第二次健康檢查 第三次健康檢查發現 你就罵前面兩隻在做什麼 對 即便做完健康檢查沒事 只代表到現在 沒錯 從下一分下一秒 不包含在這裡面 所以醫器不是百分百 但沒有醫器 你很難查出你的病例 所以當症狀有來的時候 趕快救你 大家要記得 向粉絲團回答問題 就可以拿到 精美小禮物喔 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那我們